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下浸花膠的大比拼 左邊是13-14頭的花膠紮膠弓 右邊是7-8頭的紮膠弓 就是這樣大小的分別 為什麼會說是13-14頭呢 因為一斤有13-14頭 如果一斤有7-8頭 前幾天買了紮膠弓 他教了一個方法浸花膠 海味浦教方法1就是這個 方法2是我之前教過大家的 是一個廚房的大師傅教的 發得很大隻的 我又不妨試一下海味浦又教我另一種方法 究竟哪種方法才是發得最大呢 又試一下先 方法1他教我 因為紮膠弓尾有兩隻耳朵 尾是比較厚的 他教我用清水浸一個小時 只是浸個尾 浸一個小時 之後就倒了清水 一個小時之後 之後就開始煲滾煲熱水 他就教我 不用焗的不用蓋蓋 那我很疑慮 又很疑惑 他又說不用啤水 那我又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跟傳統之前大師傅教我的方法一樣 發得那麼大 那這個就是方法1 他說不用蓋蓋 那浸到水冷大約2個小時就可以了 那一樣預備一些冰塊 大量的冰塊 加點水 加多少呢 是一定要蓋過花膠 一定要浸過花膠 那之後呢 就放進雪櫃6至8個小時 或者你晚上做的話 就浸過夜都OK 那第二方面呢 我就教之前我教過的廚房大廚 教我煮這個 就用熱水盛快浸下去 浸去 二十幾三十秒左右 半分鐘左右 那之後不用等它捲起來 那二十幾三十秒就 蓋蓋 關火 就不用理會了 就這樣焗它六至八個小時 或者焗一晚 你睡覺晚上焗的話 第二天 就會變得很大塊的啦 之前都教過拍給大家看 那你不用理會了 就這樣焗著它 慢慢在裡面自己會捲到 好像剛才那些 第一個方法這樣 捲曲了 就是說我這個方法 就會變得很蠻多塊的 也就是這樣 這裏就要用這件的 最重要的環節就是要啤水 啤水什麼叫啤水呢 就是開著水龍頭 好像筷子那麼粗的一條線 就不要關水 不停地啤它半個小時 啤水30分鐘已經很厚 而且已經很長了 一會給大家看看有什麼分別 現在就浸冰水了 重複一樣 都是浸冰水浸一晚或者浸6-8個小時 之後就拿出來大家 比拼一下方法一海味泡 以及方法二廚房大師傅教的 看看有什麼分別 這一塊就是味髮的花膠 我給大家看看味髮和髮是相差多遠的 所以如果懂得髮花膠和不懂髮花膠 是真的相差很遠的可以 大家看看 左邊那些就是海味泡泡出來的 右邊那些就是廚房大師傅 你看多長 長多少 Double size 這個海味泡 都很長 但是如果你不拼在一起 就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我們現在看看誰勝出 先 其實是廚房大師傅教的方法 是長城串的 真的 所以 煮東西都是聽廚房師傅說 比聽海味泡 海味泡賣海味就厲害 但是煮東西 發花膠那些 就應該不夠廚房師傅 好耶 廚房師傅贏了 以後就用這個 啤水 還有 就這樣 焗水 不用浸 尾巴 其實都已經是 好好味的了 大家記住用廚房大師傅的方法啦 恭喜廚房師傅勝出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就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 拜拜